我們其實現在看到這件事情正能震驚政壇 而且更讓國人覺得說 莫要人不止除非己莫為 法網恢恢 書而不漏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個過程裡面 他 鄭文燦他還可以事先得到相關的一個資料 所以他還可以傳訊給 秘書 來要求秘書來做相關的一個準備 所以是不是有人暗中的洩密 或是有人暗中的來聯繫 再者在這一個開發案 就單純這個事件來講 現在看起來是疑點從從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總統府行政院是不是也都有相關的涉入 所以我想 檢調是不是也應該要擴大偵辦 並且去釐清了解說 當時有相關的人是不是要進一步的約談 或是了解 我想這是尊重檢調的一個偵辦 但是我們還是相信 誤枉誤眾 並且讓犯罪的人都能夠神之以法 我想這才是 中華民國身為一個民主法治國家 應該要有的態度 我還想問一個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大家之前傳說這個 他可以送錢的人可以上法天廳嘛 然後那時候週刊都有報說什麼 鄭文燦得知可能監聽的議文之後 所以馬上把錢還了 可是 其實今天黃國昌委員他有在講啊 其實那時候什麼 把2018把錢還了 但2019 鄭文燦還是把所有的相關的計劃 都已經送掉到內政部啊 昨天劉志芳是說什麼 看到目前啊 我們並沒有執行 但他並沒有說 那是不是東西已經躺在內政部了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 整個執政黨有點避重就輕 我想 不是有沒有執行 而是重點有沒有違法或是犯罪的事實 所以說這一點才是檢調應該進一步的 爬梳跟釐清喔 我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我們認為在案情還不明朗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非常謹慎的發言 但現在既然三度抗告 並且也已經就是積壓了 所以我想更進一步的 大家真的還是要去釐清 更合理的懷疑 2017年是鄭文燦擔任市長 第一屆的時候 而那個時候民進黨也是第一次執政 而2017年可以有500萬的這樣的一個現金的賄賂 那之後2018年 第二屆 以及之後他擔任行政院副院長 還有民進黨第二任的時候 是不是有更加穩固 那會不會有更多的 有可能的嫌疑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 就是說檢調在偵辦案件的時候 當然我們還是尊重檢調的一個專業 但我們更希望的是 國人都想要了解真相 國人也都沒有辦法忍受任何人的違法 王子的犯法與庶民同罪 所以不管是大阿哥小阿哥 我想能犯法的人 就應該要給予應有的制裁 我想問一下 就是有一個董事長說 蔡英文完全執政的Happy Hour已經結束了 現在是道德寬鬆的痛苦 沒有一個人可以忍受 如果說游英龍 游英龍這個董事長這樣講的話 那代表過去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就是民進黨的Happy Hour 就是民進黨的放寬期 民進黨的這個 大家的貪污 Easy期 所以如果說 連游英龍這樣子的一個長期 跟民進黨也都了解的 這個董事長都會這樣講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過去八年 民進黨處政之下 是不是真的有非常多藏污納垢的地方 既然有常務納垢 就應該要徹底的大掃除 2024年1月13號之後新的民意 新的展現 以及 現在賴清德政府 我們也期待 任何司法都應該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好好的去追查 爭辦到底 這是國人對於 司法檢調的最後的信任 以及期待 夜路走多終欲軌 其實鄭文昌就可以看到就是 在民進黨的所謂 閉案黑箱之下 那個閉案蓋牌之下 那基本上是非常囂張 哼著走 那麼 涉案之後 還有LINE來傳訊息 要做串供準備 那這一點也被法官認證指出 那最後就涉及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看到 顯然過去檢方 這個七年的案子 到現在才辦 中間顯然就有面對到 來自於其他的一個壓力 那有蓋牌 有封牌 有壓案吃案的嫌疑 那第二個也可以顯現出 基本上 鄭文燦 在這個桃園橫著走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也不怕司法 也不但於說 今天任何乖章的一些 涉壁涉貪的行為 那還好昨天我覺得 第三度 我們的地方法院 那麼最後裁定 收押 否則 其實說實在話已經有七年時間 滅正 串供 該滅的滅 該串的串 那現在 終究是 收押之後 趕快加緊 偵辦的腳步 把相關的 涉案的一些情節 公主 就是盡快的查明查清 然後還給我們這個司法 一個所謂的公道跟正義的形象 有每天點出鄭文燦 他現在最大的貿易 事實上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在鄭文燦這個涉灘的第一天 我就有肯定鄭明謙跟這個賴清德 那至少 他們有沒有辦這個有沒有要求辦這個鄭文燦的案子 不得而知 但至少顯然鄭明謙跟前面的法務部長 不一樣 他沒有押案 那不分黨派 有必就辦 這也是我支持的一個 一信念 但是我也要提醒 不要到最後是雷聲大於點小 你可以看到鄭文燦在過去這七年 涉案過程當中 很多對於鄭文燦案的 這個偵查的強度 跟偵辦包括 高鴻安 林芝廟 乃至於楊文科 其他在野黨的 縣市長的偵辦強度是 非常不同 天狼之別 其他都基本上都是 這個繽紛十八路 二十八路 就鋪天蓋地的去搜索 但鄭文燦你會發現 安然無事 也沒有搜索 我在質詢法務部次長他有講過 搜索因為扣的是物證 證據的強度 其實一般來說會比跟監跟監聽的證據強度強 換言之證據強度如果沒有被鞏固的話 雖然現在他被收押 他還不等於他會被起訴 甚至起訴因為證據強度如果不夠的話 可能最後被定罪也會有問題 會不會被定罪也是疑問 不管怎麼樣講終究這個案子有個開始 我希望我們的這個檢查機關 這個有肩膀扛得住壓力繼續搬下去 其實這是我剛剛前面講的嘛 就是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鄭文燦過去 在民進黨的所謂的庇佑之下 司法蓋牌之下 他認為他今天不管做任何事情 涉及任何的貪獨 都不會有事的 就像說今天他在收匯這件事情上 一年之後就把錢還了 那為什麼一年後才把錢還 會去把錢還了做這個動作呢 顯然就有人通風報信嘛 他想用借貸關係來去 卸脫他的收匯的這個罪責 那同樣的這一次也是一樣 他以為今天他還是可以 指手遮天 所以當被發現開始要偵辦他的弊案的時候 竟然會用LINE 去跟相關的人士來進行所謂的勾竄 那這也是今天法院裁定積壓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只能說鄭文燦是太小了 可能這種習慣 覺得說司法莫他奈何 所以才會今天有這麼誇張的心情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 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主 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請你多視乎 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